这次要和大家示范新疆老人的画法 如何去建稿呢? 首先用大的数字去掃湿背景的位置 这次就掃背景 有些时候整张画都掃湿 这次我们掃湿了背景部分 将新疆老人的帽头发绵营 胡苏都保留空白 我们用大笔掃完之后 用小笔去画边界 这个边界要特别小心 用小笔去画 或者中间的笔去画 千万不要过界 还有边界有少少酸化的后果 酸化的后果 可以加少少想象力 蒙松玉的后果 让它酸化 胡苏的晒智的位置 最好是很小心去画 要画出它的玲珑 和精晒的后果 我们接下来 可以趁它濕的时候 背景还未干的时候 加上阴影部分 阴影部分和背景 是蒙松玉 即是自然酸化 没有清晰的边界 我们画画的时候 有一个叫虚实关系 什么叫虚呢 即是蒙聋的交界 就是为虚 什么为实呢 就是清楚的地方 那么我们背景 面部的背景 头发的深色部分 以及背景 都属于虚的地方 即是蒙聋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用濕的方法 把它酸染一次 将它滑濕 加上它的大色 这个大色 要记住 虽然是深色部分 但是它不是很深色 深色部分 还会再加 这个大色 是深色部分 比较浅的颜色 深色部分 比较浅的颜色 要小心 我们分了明暗交界线 明暗交界线 然后逐点逐点 慢慢去 加上 它的颜色 变化 先画面部阴影的大色 要 头发部分 有些空白的地方 可以撩空白 眼睛的地方 要大别小心 要保留浅色的位置 整张画 阴影 明暗交界线 慢慢地分出 那么我们要知道 哪些是深色的 哪些是浅色的 深色的部分 我们数了一层色 这个叫做 深色部分的大色 是深色部分的淺色部分 的颜色 所以没有加得太深 深色部分 还要再加 因为现在 这个叫做 深色部位 那淺色部位 暂时留下空白 等干了一点 再加 这是第一层的一个步骤 就是 打大色 打背景大色 面部阴影的大色 之后 干透了之后 再去画淺色部分 有些地方 是过了界 画得没那么理想 用纸巾印 印到朦胧一点 然后 用曬笔 做修改 他的边界 要修改 那 胡桑 这个老人 胡桑 很有趣的 他有白色的胡桑 和浅色的胡桑 和深色的胡桑 有少少少大色 不是那么白的白色 所以 用曬笔去修改 精细的鼻膜 让它自然酸化 去保持酸化的美感 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我们可以轻轻地加回小去的中间色 慢慢把明暗交界线的边界部分 蒙胧化 只是部分 而不是全部 例如额头部分 例如棉珠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过度式 就是中间色 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可以加回少少 但有些地方是影子的部分 是很清晰的 可以不用理会 当我们画完 这个大一步的酸化的后果 我们整个明暗 就会浮现出来了 我们在眉干的时候 再加一层 比较深一点的深色 都是比较深 不是很深 深色部分 最后才加 光头之后才加 这个是比较深的大色 加的时候 是酸化的后果 记住 任何水彩滑 潮湿就不可以加 半干可以加 湿的时候可以加 潮湿的时候就不可以加 我们很多地方 慢慢加回 有些地方未干 可以等它干少少 时间 有些地方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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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水分 多和少不同 多会酸化更多 慢干 时间和水分 要互相配合 时间和水分 要互相配合 这些地方比较深 有些地方比较深 有些地方比较深 过了面影的外面 我们轻轻 将其较深 有些地方,我们用筆吸干水,让部分干块,然后再修改, 它化的程度就不太化了。 我们在浮的时候,完成了第一次酸酸的大色, 这个要尽快画,半干可以加色,干湿的时候可以加色, 但干到差不多干透的时候,潮湿就没有加色, 因为画纸潮湿加色,整张水彩画就会如黑色, 要特别小心,现在我们差不多干透了,我们要停手了, 再画几笔之后,用风筒吹干,再画大二步, 潮湿的时候是不能加色的,水彩画 有机会感觉,? 在这种园湿的时候,我们要存在放在哪里, 就是限定我们一样的之音, 用风筒吹干那样, 那么我们要停地召动, 这样的地方,有的就是微信量的感觉是要很重。 我需要使用资源, 好,那么我们要转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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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风筒吹干,让它完成了第一步 要吹干,和整个纸吹干 第二层,我们再加晒字的位置 我们现在画了比较深的位置 然后我们用清水或中间色,慢慢将它过度 这个第二层的色是用干画法 第一层是湿滑法,第二层是干画法 那些明暗的位置,我们要加回 现在所加的是中间的深色 微层是最深的深色 加一些晒字的变法,例如老人的皂纹 例如老人的眼线 上眼线要深一点 眼珠同孔 等等,慢慢加回 眼睛有一个叫做瞳孔 即中间黑暗暗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高光点 有一个叫做反光位置 还有眼白位置 眼白位置 不是纯白色的 是有少许的蓝色 灰灰的蓝色 这个嘴上嘴唇是深色的 下嘴唇是浅色的 大多数的光在头顶上照过来 所以它上面的嘴唇是深色 上眼线是深色 下眼线是浅色 下嘴唇是浅色的 胡蘇的地方要保留浅色的地方 这个白白有两类胡蘇 灰、白、黑都有 我们加的时候要留下白色的地方 白色的地方 我们加完胡蘇的位置部分 小小小中间色的位置 接着又可以加面部的中间色 还有深色部分都可以加 但是不要加得太深色 接着很多头发的晒字 我们慢慢加回 可以用遮蓋液浅白 浅白浅色的头发 打了底色之后 也可以浅白 那我们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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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白色的胡蘇 它是不敢快浮现出来 我们要通过 加背景 加其他位置 将整个深圳 加深 那么白色胡蘇 就自然浮现出来 现在是第二步的画法 第二步我们干头之后加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将面部的中间色 这个颈部头发 三部分的中间色 全部的中间色加法 加之后要让它自然酸化 还有三个部分要保留不足 让它有些水彩画的这种感觉 那这些步骤是干画法 当我们修改了很多中间色的地方 我们尽量是半干的时候加回 未停干的时候加回 潮湿就没有加 那我们加完之后 调整 调整之后 就慢慢修改 完成了第二层颜色 接着呢 就要等它干了之后 再画第三层颜色 再加上一段时间 那些地方 一部分的内容 再加上一部分 一部分 再加上一部分 一部分 再加上一部分 我们用风筒吹干第二层的时候,再加第三层 第三层慢慢加深,有些明暗面比较深色 例如眼眉毛下面的眼窝位置可以加深 这个新疆人的鼻也很高,可以加重色 有些面部、耳朵等部份都可以加深 皱纹也可以加深 加深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这些颜色要准确的深 太黑漆漆又不可以,慢慢加深 加深后,慢慢过度 例如这个面部,加其中之一 慢慢调配一下颜色,然后大三大四 慢慢调配一下 整个画面,中间的深色要画得准确 而且在现在这个阶段,色彩都要丰富 有些变化 有些过度的地方,都是特别小心 过度的地方,用清水浆去拖 更加深 这个老人家,就不用太过滑绿绿了 可以加一些皂纹 不足,少少的不足 这个画水彩,应该先画老人 画老人可以锻炼我们的水彩画的表现能力 我们慢慢加上中间色 和浅色部分都可以再调整一下 然后用清水去拖一下 我们的面部要保持不足 要保留老人的皂纹 斑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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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大三步的时候 会修改很多细细的地方 这些细细的地方 我们要观察 首先要冷靜一點,擺軟的畫面 然後拍照,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改 我們很多同行是參考照片或名畫 初學的同行應該是參考多些名畫 而不是抽照片 參考一些名畫,因為它是將名顏關係加強調整 即是已經是藝術性了 所以看照片未必看到這麼多陰影 最後階段,我們做色調整 色調的整體調整,我們睦眼看 有些名顏交界線陰影的地方 要將它加深一點 不要讓它看白 例如胡蘇的地方,可以加深一點 胡蘇的地方可以加深 胡蘇只是仇光面可以加深 其他地方盡量是沒有太多看白的 顏色 我們將背景畫完後,好像沒有太完美 然後再加深一點 將背景畫深一點 經過反覆的修改 之後 更多筋線畫 要調整整 組件 Конечно 每一 nothin些都市場 也要調整整 interpret 比較只側眼色 我們能挑逐度會更多 中間的遥法 當我們加深了背景後,整個面部就浮現出來了 我們在橫畫的時候可以打側去橫畫 將作品調轉去修改,可以看出自己的缺點 現在我們的命眼拉卻了 整張畫已經修改到七七八八了 接著我們做出一個整體調整就完成了 我們很多示範片會陸續放上我們的不公開戶口 就是我們的水彩畫班課程中 你們要…這些片段是不公開的 你們要…如果是報讀的同學 我們不可以將這些不公開的片段去公開 即是傳給別人就不行了 好了,接著這個示範就七七八八了 這個示範大約是花三個小時左右 那我就畫三個小時 你們如果畫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不要太急 那我就會陸續有新的水彩畫示範給你們看 有人物,風景等等 那歡迎你們收看我們的那個視範 好了,到此為止,多謝大家 看看… 是不是呢… 製成的水彩畫面 在家中,三個小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